這一次關於國道六號的打通 以及環島高鐵路網的條例 都是依照立法院 不管是組織法第三條第二項 所有相關的規定來進行 院長能不能來提案 所有組織法裡面 跟職權行事法都寫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不得擔任黨職以外議事中立 其他都是一樣執行立法委員的職權 所以民進黨再一次來把這樣的一個 所謂抹黑攻擊式的以及造謠式的 來對所有相關的這些民生建設法案 再一次的來抹黑攻擊 我們深表遺憾 對於民進黨柯總召一再的重傷抹黑 不曉得民進黨在立法院派了一位 所謂的黨籍大法官 不斷的扭曲在野黨的提案 不斷的在攻堅所有福國立民的這些事物 我們再一次表達 綠能你不能 這就是柯建民在立法院再三的蛊惑 以及抹黑攻堅的這些老招式 他表示這個立法院的院長不得提案 不得連署要議事中立 我們再一次表達 在蘇嘉全院長 2016丹南立法院長的時候 最高政治性的黨產條例 來把國民黨抄家滅門的黨產條例 蘇嘉全院長都是提案 都是連署人 甚至政黨法等等 蘇嘉全院長都是連署人 柯建民先生 民進黨請不要再剝憤